这里是404大案馆 404大案馆是中国数字时代CDT的一档音频节目 今天的话题是中国各大高校性少数社团公众号遭集体分禁 我们会介绍事件经过和舆情反应 回顾中国LGBT群体近年来处境的变化 并分析当局批量分号的可能原因 LGBT是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等少数性别群体的简称 2021年7月6日晚间 中国高校LGBT学生社团及个别相关社会组织所属的微信公众号账号被批量清理 据网上的不完整统计遭停用的账号社团包括 清华大学Purple、北京大学Colors World、西南财经大学性别性向小组、复旦大学知和社等 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高校 被封的公众号页面均显示 接相关投诉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已被屏蔽所有内容 账号已被全部停止使用 其账号名称也被改为未命名公众号 这次事件引发了强烈震动 被清理公众号的截图在网上热传 为了表达对性少数社群的支持 由海外女权社群在纽约中央公园组织了纪念被清理LGBT公众号即兴多元艺术展 还有公众号组发起将自己的未被分禁的公众号 也主动改为未命名公众号的网络行为艺术 以示抗议 但汇总报道发出不久即遭404 也就是说文章被删除了 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所收录的四篇相关文章原文也已全部被删除 其中名为恰帕斯东风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当晚发表的文章 这种清理行动无异于对中国性少数群体又一次赤裸裸的歧视和迫害 一直以来 中国性少数群体的处境相当困难 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开放以来有所改善 同志相关的文化讨论与民间组织在八九十年代兴起 1997年经修订的刑法废除了将同性恋行为入罪的流氓罪 2001年同性恋被从精神疾病审判手册中移除 这两件事标志着同性恋的非罪化和屈病理化 虽然此后针对同志的社会隔离 制度性及社会性的歧视依旧存在 但LGBT被当作一种亚文化 社会接触度曾一度慢慢提高 官方也持一种容忍的态度 然而人们希望中国社会逐渐开放包容的期待却落空了 2015年以来 中国LGBT的法律处境虽有了一些积极改善 但对LGBT相关内容的影视审查和舆论空间却开始收紧 2017年广电总局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 称同性恋事表现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 渲染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趣味 天涯一路同行板块遭关闭 同性恋的漫画小说被大量封停 全国各地的LGBT运动被严厉打压 甚至高校都会调查学生的性取向 在2017年进行的对同性恋的调查中 很多受访者也表示感受到了网络环境的收紧 2018年一位网络写手因为写作销售同性题材小说 被安徽省一家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货物品的罪名判刑10年 这意味着官方对这种药文化的容忍即将走到尽头 微博上同志公益媒体同志之声被封杀 因涉及同性恋情 北京电影节撤下了享誉全球的热门影片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和经典电影战场上的圣诞快乐 相比于前些年LGBT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 知识普及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有备访者说 现在年轻人接收到的教育和五年前十年前已经大不一样了 他们接收的东西是经过严格筛选的 他们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更倾向于相信权威 侧头转个向的话 我觉得他们也就跟着转向了 还有网友明确地指出 我感觉时代正在倒退 如今 多所大学的LGBT学生社团微信公众号集体消失 显示多元性别议题的空间进一步收紧 其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 但各方的猜测主要围绕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社会风气取向日渐保守 今年1月教育部提案称 为了防止男性青少年变得所谓女性化 将改革教育更多注重学生所谓阳刚之气的培养 在中国的微信 微博等社交媒体上 反政治正确嘲笑性少数人群的话语大行其道 第二 为了配合国家人口政策促进生育 在中国的性文化里 生育被当作性的目的 在少子化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今天 官方力推多子政策以提高生育率 自然要防止LGBT文化影响更多的年轻人 第三 阻止西方个人权利观念的普及 也就是官方所说的防止境外势力渗透 官方一直认为 无论是资金方面还是意识形态方面 LGBT平权运动容易受到西方权利观念 社会运动和人权组织的影响 因此针对高校LGBT社团的打压一直不断 第四 目前中国对公民自由权利的打压愈加严厉 有评论指出 现代同性恋权利运动和劳工权利运动 妇女权利运动 种族平权运动一样 本质上是一种抗议运动 即通过直接的自主意志表达 公开的对不平等待遇的反抗来获得尊严平等和自由 作为现代权利运动 同性恋者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同时 也为整个社会带来了新的政治观念和行为方式 而目前的中共不允许出现任何反抗的声音 也不允许进步的政治观念得到传播 在时代倒退的今天 官方在很多权利议题上的立场都日趋强硬 不少人意识到 无论我们是否属于LGBT群体 都不能放弃为这个群体发声 有网友指出 把同性恋换成女人 就是一百年前的故事 换成黑人 就是两百年前的故事 换成苏格拉底 就是两千年前的故事 而如果沉默 那就是未来每一个人的故事 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永远和大多数人一样 背离传统选择单身的个体 不遵教条坚决离婚的女性 选择躺平的年轻人 所有人都可能是少数群体中的一员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 有网友说 我对此地最恐惧的就是这种 打个响指 瞬间灰飞烟灭的能力 无论是对一个人 几个人 一群人 还是对一个机构 一个团体 甚至是一个民族 舆论普遍认为 这次分杀高校LGBT社团 微信公众号 很可能只是官方动尊格的第一步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我们邀请您参加敏感词开吟研究项目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